大家好,我是鱼蓉宽 微信里有人让我分析金卡带3的法子 于是我就弄了这个视频 卡带3生于1980年10月21日 上午10点46分 地点是洛杉矶 用真太阳石排出来是这样的 连柱是纯阳的金柱 然后是三个关系紧密的木火柱 形式很明显 就是洗用木火控制金水的意思 更生是继承 代表他爸 当他爸名利双收的时候 他自己当然就混得不怎么样了 而且更生被这么多火贴合相克 受伤不轻 所以他爸不算长寿 59岁就病逝了 圣经里面有人水正光 代表他的丈夫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当他自己发光发热的时候 他的丈夫也会毛病不断 所以土作为食伤儿女心的潜力也很大 当洗用的火运到来的时候 他不但功成名就 而且生育的能力和意愿也会跟着变强 事实就是他已经生了四胎 未来继续生 像他母亲一样 儿酸满糖 也不难想象 同样是火炼秋金 但是他的金并不是德令的金 而是退气的金 还好更生不是什么小巧的金银入宝 而是一条纯纯的金矿 而且又是正财 是持续的买卖 遇到强火来炼金 最适合带货和代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火强金弱 容易也炼 但是差的储量又不少 有一整条金矿那么多 简单的说就是量大又好吃 想不肥都很难 如果更进一步去形容这种效果的话 还可以想象一下 一群不需要才艺 就能成为顶流 并且连续火了将近20年的人 大概是什么样子 其他人几乎都需要才艺才能火 都需要努力秀出自己好的一面 来维持热度 但是他不需要 只要大运的喜用到位 他就能火起来 不需要才艺 也不需要扬长臂短 仿佛他的存在 就可以代表流量 火的那么不要脸 和不讲理 火的那么庸俗 和坦荡 仿佛让人看到了火的单纯 只要好运来了 才华和美好 都是没必要的 只要流量就够了 非常真切地给世人展示了 命运不可理喻的一面 大家都知道 让他名成列旧的就是家族的石锦秀 出品人就是他的母亲 演出成员 主要是他的一帮姐妹 这些刚好都是他的喜用神 印星和笔姐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 他如果想要继续这种富裕的名流生活 就应该尽量把这场秀给延续下去 所以律师证什么的可以当做点缀 但千万不能当饭吃 否则就会开始倒霉 然而卸一步大运 是新四运 金的含量变多了 虽然火的能量也不少 但是火和金的此消彼长 刚好在人舞和更成两步运之间形成了过度的模样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在未来的二十年 十来二十年 很可能会慢慢的厌倦了秀场 把心思转到律师和金融运作上面 然后触动政客和寡头们的利益热来针对 导致走泄泊